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 弹钢琴时与一群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华人产生争执 之后英国交通警察介入 中间还穿插了他弹钢琴的画面 我们金美玲小姐是正面的志工 她也是台大的下司馆的志工 所以请她来帮我们稍微导览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拓印板 如果说有机会来到我们卫水驿站呢 欢迎你们带一张纸头来这边拓印 带一张线纸都可以 然后这个是蒋渭水先生呢 他一生的一个民主之路 自由民主之路就是这样 我们等一下也会在里头看到 这个是大安院的建筑 对 这个三角形的 有所谓的山墙 好 那这里 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了古基行李 大安院是现在的那个 印美食品那个地方 我们只是说让大家 这边是一个文化局的一个缩小版的一个展示 那这边就是介绍说 魏喜孙孙1920年开始的这样的 他是医生 然后后来从事这个社会运动 那也跟政治运动有关 最主要是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 这个模型是胡浩米先生 就是蒲天生的儿子 蒲浩米 这边也是蒲浩米 然后他在我们那个卫水公园 就是景西街 以前叫景西公园 现在叫卫水公园 也做了一个大幅的 蒋渭水先生 然后他脚呢 是跨个台湾岛 一只脚在宜兰 一只脚在台北 表示说他出生地是在宜兰 那么他的整个民主运动的过程 是在台北 所以脚跨两个地方 有机会呢欢迎大家去那边看一下 所以出生在宜兰 然后成长在台北 我们往这里来 这第一站 这就是第一站 卫水先生的出生地是宜兰 然后呢他曾经有过的一个民族的 就是说他在小的时候 他的父亲觉得说 不想被日本人同意 所以他本来是没有念书的 后来人家说这个孩子这么聪明 如果不念书很可惜 所以他爸爸本来是在庙 做一个土挂的先生 他孩子呢也曾经做过 类似鸡头的动作 后来觉得说这孩子很聪明 就去学了 去念了一点汉学 所以他实际上在小学只念了两年就毕业了 毕业以后呢他去工作以后 人家发现这个小孩子太聪明 刚好那个时候我们日本人进来 他觉得说需要发展医学 应该这么说话 他觉得说人民的医药 医学方面是需要当地的人自己来处理 所以他等于是台大的先修班的第一学 小学毕业以后他就直接念到医学院 后来他在那里头他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 他觉得说那他可以从事这样的一个政治活动 所以也就在那个当下 他结束了一些青年好友 就把这些事情给 这个条子是 可以随意的翻阅 然后大家可以了解他的整个生平时期 我们那边也有简介 所以这个条子可以这样讲 他出生了估计是在宜兰 然后宜兰街本城堡 然后耕门九十一翻地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就 乾坤耕门 所以他的出生地大概 也没有讲在哪里 因为看不到 他是说在耕门九十一翻地 在这附近 这个出生地 然后耕门后来搬到这个叫什么 迅门 迅门 迅门有可以看得到吗 我们也知道 在这里迅门 迅门 原来在这更美的 然后搬来这里迅 是搬家 后来旁边就叫做渭水路 对有个地方 渭水路更名为中山路 旁边有个渭水路游几 在哪里 渭水路游几 也看不清楚 不是很清楚 是很高 因为这个是1929年 那你是不是改成这个 已经后面了 说这个原来1929年 因为这个东西很多 它很细的一些资料 一到十几 十四个样子 其实它应该是1891年生的 对 1891 所以到1929 是从1891年是在更门 然后后来就搬到西门 这应该是那个时候 早年的阶段在这里 然后它第二站是讲 它原本呢 它爸爸是当这个庙口的 这个捕挂师或鸡童 后来它练书 日本人来的时候 然后就进到这个所谓的医学校 然后来练 后来就变成大安医院了 来当医生 大概是这样 这第二站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三站 第三站就是 春风得益楼 就是 它这个已经1917年 就大概26岁的时候 它就到春风得益楼 那春风得益楼 是 原来是一个社会改革 原来是由 经商的这个地方 那它人来了以后 就转变成为社会改革基地 因为它认识了一些人 比如说是林县堂 谢文达 这些人就 人与人际在一起 就产生力量 所以这里也可以再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文化公司 这里就是当时 就是大安医院就这里吧 然后就讲 渭水跟这些人在合照 文化公司的接近 这个叫文化公司 1920年的文化公司 是由谢文达庆功宴 台湾人意识来设立了这个文化公司 它就是进口国外的资料 然后大家一个寄会所 了解比较新的东西 这里就有发现新的时代 所以1920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 大概也是29岁 大概年轻人的时代 然后他是医生 也是商人 然后跑来稻疆来这边开业 然后认识很多朋友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台北的这个稻疆 大稻村附近 所以这产生人文晦翠的地方 这边就刚好可以看到谢文达先生 他的朋友谢文达 那个时候就是有那个 台湾议会设置齐盟同盟会 那么他们到日本东京去 发传单 希望说还把这个民主运动 让大家都能够支持跟帮忙 然后后来就是 因为跟谢文达结识了 所以就帮 蒋渭水先生就帮忙募款有个台北号 所以台北号是为了要空飘 请愿传单 反对总督专制 所以这个是反抗分子 也就是抵抗公权力的人权分子 人权自私 我们所谓的人权就是 对于公权力的抵抗 行为就叫人权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社会运动史上的 社会运动史上的开创的有哪一些人 这就是有他的一个年份 蒋渭水学生的一个年份 这是让我们来转转看 这是蒋渭水的189一师出身 跟杜聪明跟翁静明 然后他们要刺杀颜世凯 到日本修学中见到这个受到启花 便利药所谓的文化协会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个也跟杜聪明 也跟翁静明有关 所以跟医生有关 所以医生其实也不只是 医个人的病人 要医所有的社会 然后到1921到1927 他主要跟林献堂有关 所以创立的文学以后治理文化运动 所以这个是文化的 文化的领导 叫Culture Leader 然后再来1927到1931 这个是36岁到40岁的这个阶段 这是台湾政治运动 第一个所谓的运动的领导 所谓的台湾民众党的设立 所以这民众党 跟现在柯P的民众党不一样 他是早年的民众党 是不一样 那个时候他成立的时候 2月份的时候已经closed了 他8月份过世 所以完全没有关系 是很确定的 对没有关系 所以名称相符 但是其实是怎么样 因为他认为说两个都是医生 都是喜欢走民主运动的 所以借用这样的一个名字 对 然后1931年呢 他就过世了 来送给他 所以 来这边接着是往这边大众葬 所以过世也很早 是 这边因为讲到这个大众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大众葬呢 我们所知道只有两位 一位是蒋卫水先生 一个是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 自动自发的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么在他大众葬的时候 曾经是在我们的永乐市场那边 整排挤得水泄不通 除了年过大街的时候才有这么多人 但是他大众葬的时候 那天刚好飘雨 我们想到说民国64年6月4号的时候 我们先总统讲过过世的时候 也是就天下就是下雨了 那天大众葬也是一样 有的人就一路陪着他到大祠 应该是4月6号 是的 不是6月4号 6月4号是天安门运动 那我就4月5号了 4月5号 那这个他是8月6号 8月5号 所以大众葬是像这个当时的街边 然后很多人自动自发来的 教授我们可以往这边来 文化启航 然后第四站 第五站这边是 这第五站 就是他从医的大恩医院 这是一个小模型 那这边有一个小医馆的样子 然后最重要是这边有一件 他穿着医生服 他去演讲的时候 在我们现在贵德街那个地方 那边演讲的时候 被植了很多的泥巴 然后他不以为意 他认为说 这就好像我的勋章一样 他被演讲的时候被丢泥巴 对对 因为观念不一样就被丢泥巴 所以他就文化协会呢 总部是在大恩医院 然后前台做文化行演 然后他有邀请大家来听他的思想 然后要知道说 大恩医院不是只有我们台北市 是有三个地方 这个让大家参考一下 除了台北以外 还有七山街西州开设 北港也有 另外又设立了书店书籍 然后文化协会的本部杂志社 所以要搞革命或搞思想 就是要有一些想法 就是要散播的想法 这衣服很干净 就是说他的医生服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然是干净 那当年的那件 我们把它收起来 上一次在那个 这一本院是树心会馆 台北市文化局的文献馆 有一个叫树心会馆 曾经展览过那套衣服 有这一套 就是戒嘛 还有他的鞋子 还有帽子这样子 我们今天看一下 他有一个地图 这是民报 民报 台湾民报 当时1925年 这边都可以拉拉看 花行超过一万份 这边都可以拉拉看 拉拉看 这样稍微拉高一点 民报 民报 1924年看 自警事件要公判 所以这跟法制 法律有关系 就是要争取公正的 这个华丽制度 然后跟蔣卫雪 蔡北火 然后用整个纯白话文的 台湾民报 然后批发的地方 也是在这里 然后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名字出逃 就是人民要出逃 所以这个小细节 可以知道 蒋卫雪先生那个用心 人民要勇于发声勇于出逃 这样子 真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卫雪先生走的 现在第六站 这是卫雪之路 最主要就是他演讲的地方 当时有台北州 新竹州 台中州 台南州 高雄州 花莲厅 台东厅 所以他的刑机呢 可以说 找回当时有人 记住的地方 他就是 他要 跟他传播新的这个理念 新的文化理念 所以我们也重要 不是只有思想 也一定要有一个 法治的文化 还有民主的文化 还有自由的文化 平等的文化 所以这里好几个地方 像 这里呢 私立的静修高等女校 这个是个建筑堂 西班牙神父班的 他就在这边 第一次开会的时候 就使用这个地方 外国神父对这个民主运动是赞成的 对 然后呢 后来曾经到过这么多的地方 南京西路 天水路 蓬莱格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当初 蓬莱格 当初呢 御人王太神 曾经在这边用过餐 那他也曾经在这边 宴请了好几个知名的人士 这样子 那在我们台湾民众党的本部 那大安医院 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美 然后这个是台北优病局 是因为他曾经让他的儿子 这个是在现在的北门 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迪化街这边 不是 他是让他的儿子去那边打电报 通知 说日本人卖鸭片给我们台湾人 这是不公平的事情 日本人不能抽鸭片 台湾人可以吸鸭片 他就是去举报了 这样子 他的儿子穿着建宗的衣服过去 那这个春风得意的就是我们刚刚讲 他有入股 他人也是很好爽 就是说 这个是我的好朋友 这是他的好亲戚 来的人都可以来这边借助 学生也可以来这边借助 都是免费的 所以 虽然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也赔了很多的钱 所以后来就没办法营业 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迪化街 永乐厅游便局现在还存在 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是属于国内的游便局 这个是属于可以打过 这迪化街里面 对 所以我们这样看 他最主要大安医院在这里 然后往北就是春风得意 永乐丁 然后往东 就是 这民生西路了 宁夏路民生西路 这一大地方 然后在这个地方 他被抓去关了 台湾新文化运动馆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 并不是他以前被关 这是后来新盖 他被关的那个地方 是现在的嘉乐府殿 那个位置 刚好他的鞋对面 等一下可以去那边参观一下 我们看一下那个特别的 新高山就是我们现在的玉山 他说他想要到玉山的山顶 城中木谷大敲客敲 通知大家说台湾要违新 台湾要有民主 台湾才能够进步 这样子 那个就是玉山 就像我们现在新政院 有个玉山厅一样的概念 所以要分三个动作 要读东西 读违新的台湾民报 那要进入这个台湾文化协会 这个叫违新的机关 那要做违新的事业 要读报 要文化讲座 图事馆 实际大写 甚至于他那个时候 因为很多人不识字 所以他有个读报社 读给不识字的人 跟他分享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理念不管是音乐、艺术、美术、创造、戏曲、文学 通通含在内这样子 所以是很了不起的才有台湾民众报 这样的一个出现 那我们再往二楼参观 所以我们看这个建筑物就是 保持原来的 有准修过 准修OK 第七站就是台湾民众党 成立以后 然后它的棋子是这样的 有人号称说这个就是三星 跟三星充没有关系 他只是他那时候很崇拜孙文 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 所以他是有一点模仿他的颜色跟样貌 但实际上他就说 他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概念 去做他的三星旗 三大目标在这里 三大目标 就是社会运动 跟华力 还有违景的条例 还有保甲条例 所以有关于跟人民比较有关系的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那个时候 他曾经在这个地方 有土木工有会之类的 这是他罢工成功的 对 他有指导情众运动 然后就是劳工运动 然后就是劳工运动 在1928年 第一个工友总联盟 然后工友联盟的越来越多 然后也进行了创立大会 工友联盟创立大会 也罢工成功还庆祝 所以这边都是他的刊物 台湾民报 台湾青年跟台湾 这个台也写得很奇怪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玉大典纪念的台北市六十天一 就是他可以对照 我们楼上有那个 这个是复刻板 我们楼上有正板 就是当年在台北市政 的时候 他所有的那个对照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那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台北议会七成同盟会的时候 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做的 请愿理由书 这样这是一个复刻板 楼上有正板 这里是谈到说 鸦片事件跟物色事件 他已经就让大家说 民主意识要抬头了 嗯 比方当年堂场的话 是日本人 他说的算了 不管你人民是怎么样的辛苦 都不管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事件 所呈现这样子 这个就是大政上他们 智商委员的 所以 因为 卖鸦片 给台湾人 所以他叫国际团体到台湾来调查 因为他违反国际公约 使用毒气杀气弱小民族 这个电报 把这个问题呢 提供国际团体 好 我们到二楼 好 那我们参加二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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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淀粉 接 Mine 熊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建築物 正面 這個是模仿透視圖 這是1比18 1比18的 這個面其實應該整個要轉過來 它的正面應該是在那個地方 只是因為說這樣參觀者上來的時候 可以先看到我們整個立面比較完整 然後再開始走動 這個車子上面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台灣明報 那個發行 以前台灣明報是這樣 在日本打印好 然後再送過來台灣 台灣明報 那我們後來就是 巧克力水仙就是爭取說 我們在台灣印 在台灣發行 照片在這裡 是的 所以是用能力車在拖的 對 當年 看一下這裡 這邊可以看一下 它的偷視圖 哇 對 大部分是不是說樓上是它的住宅 那下面就是我們所謂的文化書籍的部分 這一面 這一面看到 所以它其實不是醫院 其實是 轉過去就是了 只是報紙 對 同時並進這樣子 那這邊可以看一下 轉過來的話就是了 轉過來就是了 醫院 醫院 所以我剛剛說要把它轉過來 有沒有 這邊都是醫院 然後去取藥 我們以前說 醫生看診以後要取藥 就是在這裡 那剛才那邊不是 那邊就是跟民主運動有關係 台灣明報 這邊是看診 那邊是在 那這邊在做先導 那我們這整個 你看它上面寫的 一個醫院的概念 但是其實就是它民主思想的一個路程 那剛才提到的這本書 教授你可以看一下 這是護科版 就是說當年 你要查什麼地方的什麼地名 都很清楚的 如果說我們要對照 我們說現在延平北路一段 28號或是27號或是29號 當然是什麼 或者是哪一個公司行號的名稱 就古今 對照本 對 就是台北市的61丁內案 對 這個很棒 所以要了解 整個台北市的都很清楚 什麼永樂丁 什麼丁 都可以查得到 對 就是很好的參考書 對 收集的相當完整 所以你們在這邊也出售是不是 有 有 像這個就是 等於 入門版讓孩子們看得比較喜歡一點 因為它用的是有一點漫畫式的 非常小 小朋友會很喜歡 然後 這裡的話 這個日記時代的 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的 這個字眼有時候很難說 日記時代還是什麼 就說日本時代好了 然後這個當年流行的台語歌曲 什麼的 你看一系列的 像這個 這裡頭 也是非常完整的 很珍貴的照片 圖文並茂的解釋 這是人間蔣衛水 是 是 介紹蔣衛水先生的一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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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是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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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往這裏 好 馬上去 這個就是一個運動 社會運動的一個系列 這個是 我們就叫國外的小朋友 都有那個床邊故事 那我們也做了一套這樣 那裡頭有一個很可愛的一部車子 磁鐵的 那媽媽就可以講故事給孩子聽 她就有一點感覺說 原來民主制度是這麼樣的一個發展 教授你可以玩玩看 像這個可以打開來 可以關起來 你可以玩玩看 下次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轉睡一下 還是看 它都不是可以的 可以翻頁的 好 這個台灣文化協會啦 整個一個過程 很詳細的敘述 但是又很好玩 好 這樣子 又是立體的 這立體書啊 對對對 沒錯 又很有創意 它是真正的 大家敘述在1920年內的階段裡頭 發生了一些事情 這個很好 嗯 嗯 好 然後這個是整個一個過程 它也有去露獄 一二三四的一個階段 這個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要抓幾關 露獄 對 所以 他在露獄當中 他曾經別人都是吃不好睡不著覺 他沒有他帶著一箱的書籍 他順便在那邊做進修 嗯 然後他說什麼都難不倒他 他那個食物是很差的 也許裡頭有十塊 他說沒關係 我就當作不積品吧 就吃吧 所以他出來說反而是增胖 別人都減 減瘦了 他反而是增胖 這邊應該有一張照片是那個出獄圖的 就是戴帽子的人是去迎接 就是因為他們在獄中的人是脫帽 那麼戴帽子是從外面進來的人 要去迎接他們出獄的 應該有那張照片 我們一會兒看一下 來教授 特大阪的台灣明星明報 好 好 你要不要坐著 坐著看 因為這個就重 您的戴帽子可以先放著 沒關係 來 稍微翻閱一下 展示一下 它的金裝本 這個是 把這個報紙 這個把它 這個弄得很漂亮 我們就保留得很完整 它整個文字的排版跟那個版面 都在複刻的時候非常的清晰 也可以給大家參考 字體還蠻清楚的 來看一下 這是用籤子排版 是 是 這附近的什麼印刷廠 什麼西康街啊哪裡啊 早期不確定它這個是 這個可能結合我們歷史博物館之類的來幫忙 你看不太確定 因為這個是新的 我還沒上來看的 還有廣告 有有有 還有用 來來來 有日文的 這邊是日文 是是是 就當然的嘛 那它的 這個是台南的 台南的 對 台灣文學館幫忙 好 好 這是 它已經過世以後的報紙 對 然後這邊就是 看一下 然後有相關的書籍 這個是 新文化運動的 這個 影像集 有這些照片 所以這裡有一些 照片 食物 照片 所以要 找個時間 仔細在那邊 讀一下 當時的 新聞管制策略 這個是一個 民報是一個 唯一的一個言論機關 然後民報設立了以後 跟 這個法國的人權跟公民的 門權先言的都一樣 一定要有自由的思想 言論自由 但是 殖民地 很多地方都會有管制 所以 連國外的 進來的報紙 都還要 送到那邊去檢查 這跟我們在戒嚴時期一樣 從國外進來的報紙 如果涉及到 對於國民黨不好的地方 就被剪掉 挖成洞洞 那頁就不見了 我們當時 就有經歷過這一段 那這個 一般國外報紙一樣 那這個行為 就好像 到監獄一樣 監獄如果 有一些消息 不讓 受刑人知道 都把它剪掉 所以他們 照顧太周到了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 審查 監視審查 當然這個東西是 剛才提到說 蒲浩銘先生 他就是蒲天聖的兒子 那他的外公大家都知道了 叫做陳成波 所以他們家都是一些 這些有名的藝術家 都為我們台灣 曾經發聲過 發出聲音的發聲的人 這樣子 那這個是 他們演講被潑墨水 是不是 他就是 常常帶這個 醫生的工事包 有時候 手上還會捲了一些棉被 或是外套 因為他隨時準備去坐牢 他都不畏懼 就是能夠面對 去面對 坦然的接受這樣 那這個就是 留下的那個畫面 就是他想要到玉山 新高算氣 那超特雷的 去告訴大家 我們要自己站出來 為自己的民族 發出聲音 所以 蔣惠水 這邊刺激了台灣兩個政黨 一個台灣民眾黨 另外一個台灣維新黨 是不是 是這個用意 對 是這個用意 這個已經 五周年就發行量 達到一萬步 所以 發行量很大 來 教授你看一下 這應該有兩本 叫誰拿了一本 你把它放回去吧 這是跟法條有關的 對 還有司法制度如何改革 所以 很多東西都也跟 人前保障有關 就是法律 還有司法 所以 其實這個 自古以來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 誰 控制了法律 或誰控制了審判 或者是誰控制了警察 就會影響到 整個 整個制度是不是 所謂的有人權是不是公平 所以這個蠻重要的 我們知道 到目前我們 都在努力 希望每個人都有 充分的言論自由 也希望 每個人 在 很多 程序上都能夠受到保障 能夠享受人前的保障 所以這個法律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可以知道 這個 跟法律有關 然後 為了爭情 充分的自由 平等 民主 法治 人前 這個蠻重要 我們看一下 這個 這個變成做 所以1920 是1989年出生在 1989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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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重要的 好 那這裡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現在發行的本人的會訊 如果有機會可以看一下 這邊 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參考 1920 我們在10月份的時候 大稻城他會有讓大家穿 當時的1920年代的衣服 做一個掃街運動 拍一拍照 運氣好一點的話 天氣好 還有一個節目 就是有點像年貨大街 所以每一年 在梅迪化街會有兩次大活動 一個就是半年貨 一個就是1920年 文化 大家穿那個時代的衣服 那這個是當時的 這個是 像化妝舞會一樣 當年的報紙 對對對 這是珍漆 還是珍漆 珍漆 對對對 原來的 所以要把它框起來 是很寶貴的 剛剛提到的那個 迪化街那個 1920年的活動的時候 就有點像我們想說 巴西有嘉年華 我們台北市也想要走向那樣 所以在10月份 它會大概是第三週左右啦 6日會有一系列的活動 為什麼挑10月呢 因為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它不是在進修旅中那個 文化學會成立這樣子 是在10月 那這邊就有相關的照片 現在已經不是真正的那些照片 但是它是用那個 畫家的一些想法把它完成出來這樣子 好 那簡單的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謝謝教授 我們非常謝謝金美玲 在這麼詳細的這個導讀 讓我們知道 蔣衛水他個人 對於整個台灣的這個民主 還有這個啟蒙 還有從事醫生 他當時的最缺乏的東西 因為日本人不願意讓台灣人 練政治練華麗 只願意只想做技術性的這個邪門 所以其實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就爭取大家都是平等的人 既有人格 而不是人格遭受到限制或者是波動 所以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這個運動 我們也可以知道 最主要那個人民要出頭 哇這樣子 而不是這個官員可以站在人民的頭上 人民就要低頭 這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 讓我們能夠在過年這段時間 能夠一邊這個再過幾天 就是過年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我們龍哥打怪 然後一邊知道 我們除了要吃好的東西以外 也要精神食糧也很重要 所以這個精神食糧 尤其是民主法治人權的精神食糧 這會非常重要 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辛苦了 台北人權文化開通 民主們 自由們 鋼琴們 餵水們 梨化街 年貨市場們 如何在人權的內容 國內與國際接軌 全然是以人為本體 以民為核心 這幾年來有人說 台灣的自由民主的門被關閉了 尤其舊的官僚體制 仍然倡導官權優先繼續擴權 為非作歹 欺騙霸凌 搞人肉絞肉機與撈子的勾當 這類輔救觀念與制度 禍害台灣 要打破 天無絕人之路 2024年的司法改革與稅法改革 除舊不新的號角響了 石座的時代 來了 我們面臨也許被關了一扇門 但也開啟了一扇窗 你我處於可能性的世界 迪化街年貨市集活動 自由民主的台灣 期待龍年 好運隆中來 各位觀眾好 今天是2月8號 我們來逛迪化街的年貨大街 這個年貨大街是2月8號 正是人潮洶湧的時候 現在大家來看 真的是很多 這東西超多的 我們往這裡來看一下 這老鼠耶 這個 假的 假的 然後 老鼠是假的 哇 很棒 哇 這個 真的是很熱鬧 哇 真的 非常非常的熱鬧 我們真的很棒 哇 到這邊 是像 龍哥大觀念一樣 哇 一有就有 什麼都有 哇 然後味道啊 真的 我們好幾年 都有來這個滴化街 然後來的時候 真的有年 一年的味道 然後這個 大家就是求個快樂 然後 嗅 然後有這個 可以買很多年貨 哇 年貨真的很好 哇 這邊還有這個酒耶 不得了 這個 這個直播主 這個年貨 真的很棒 大家看 哇 這個 這個 只要一點點試吃回到家就變飽飽了 嗯 真的 哇 讚 海味開心 真的 哇 都可以試吃 試吃了以後 哇 就是 哇 真的很棒 這個又是 讚 鐵板燒 哇 我邊走邊流口水啊 真的 哇 馬上就要看到 德國豬腳 哇 哇 這個 這哪像德國豬腳 這比德國豬腳還大 好大的豬腳 哦 超厲害 那這個又是 魷魚 魷魚根 哇 你看 它超厲害的 這個瓜子 開心果 瓜子 蟬豆 哇 花生 哇 還有黑檸檬耶 真的很厲害 我們要不要去看一下黑檸檬 這個怎麼變成黑檸檬呢 哦 我們這個是在瓜地馬拉的那個 哦 真的 綠色的檸檬有沒有 哦 真的 經過90天的日曬 日曬 日曬 這樣可以直接吃 哦 所以它這個是可以食用的 五字檸檬 我這個要 買來 給我的朋友 大家想 哦 應該差不多很好 長輩 小人 小孩 小孩 還給小人吃哦 沒有啊 慢一點 不是記長西哦 我們西藥記長 哇 太厲害 那你接受我們訪問 你叫什麼 記場的小美女 你叫什麼名字 我來自高雄 比較柔景 比較全柔景 哦 全柔景 太好了 我是在高雄宿的 高雄宿的 哇 真的 我是在藝術宿 對 然後我們在 2月8號會播這一集 哦 上電視啊 對對對 好 我們要播你了 哇 這個 這個是吃什麼 台灣第一家把日子做醬的哦 真的 烏魚子 烏魚子 要吃嗎 真的 台灣第一家把烏魚子做醬的 真的 吃吃看 不錯 好吃 吃了以後 草莓大福 又死死大洞 很想吃 你們有沒有想吃 炒不到 烏醬 大貢丸 哇 賣糖果的 哇 魚化街 到魚化街 現在是天堂嘛 都是吃哦 對啊 恨不得自己哦 更多的時間 打打 說要不要打怪 啊 打 哇 真的很棒 感覺太棒 哇 所以 哇 你看 連小狗狗隊也來出來逛街了 哇 太棒了 黑胡椒 哇 串啊 哇 哇 哇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裡很好玩 真的哦 對 我們因為 來這裡 哇 真的 這個棉位的氣息真好 降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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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和首屋 我們 一直走一直吃 哇 真好 哇 沒酒 哇 吃過酒沒酒 真好 哇 連阿兜啊 來 對 很多阿兜啊 這裡 很多阿兜啊 還有 黑金剛 黑美人 哦 太棒了 哦 好 新年快樂 哦 這個 這個 我們又看到老虎 搬忙 啊 阿兜啊 這就是阿兜啊 感謝大家 然後 祝大家 有空就來這邊逛 來這邊逛 然後 反正 這個 你這百逛不厭啊 一定要來逛 好 謝謝大家 祝大家 好運 隆重來 讚 讚啊 新年快樂 先採購一點年貨 好 能夠過一個好的新年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